继续来关心儿童的势力保健 为向二势力来宣战 卫生局今天在罗东文化工厂 举办了宜兰小孩护眼的健康操 吸引幼儿园以及国小低年级组 总共有43队来参赛 而各队不仅比创意也比活力 希望让眼睛保护的正确观念 可以向下闸根 宜兰小孩护眼健康操大赛 今天在罗东文化工厂盛大登场 来自县内18队的幼儿园 以及25队国小低年级组 共计43队同场竞技 小朋友们各个活力十足 随着音乐时而高呼口号 卖力地跳出健康操 县政府向二势力宣战 特别举办护眼健康操的大赛 期望让家长重视儿童势力保健的重要性 为了照顾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国小的学统 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 护眼健康操的比赛 那今天总共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有18队来组队 那小学的部分有25队 所以总共有43队的小朋友 那么我希望透过这样的 护眼健康操的一个推广 那小朋友们跟家长 会重视自己的势力的一个保健 伊朗县102年度学龄前裸势率 不良率为10% 国小则是42% 儿童势力的保健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伊朗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